昨天港澳辦夫人王柳權說香港沒有移民潮, 這件事等於我們看周星馳的戲, 掩著自己對耳朵說自己看不到, 一樣的道理,掩耳道靈, 香港移民潮出現了沒有, 我覺得是很小波, 她說得錯不完的, 不是有沒有移民潮, 而是說是未開始, 為何未開始, 為何未開始, 未通關, 未通關,人的自由出入仍然有限制, 你嘗試將自由限制放鬆, 尤其是家裏有小孩還在讀小學, 尤其是小學那些, 讀中學高中那些可能還等多一兩年, 在外面升大學, 讀大學讀五年可以拿個加拿大護照的, 你走不走啊? 你不走都傻的啦, 是不是呀? 去英國一樣是這樣, 澳洲也是如是, 那些就等多兩年, 等子女讀到高中才放出去的, 放出去的, 兒子放出去自己可以不走, 那你算是移民還是不是移民呢? 好了, 你小學那批, 升到小一二, 甚至現在讀幼稚園那批, 那批當然要走啦, 你見蔡瑞妮, 死仔婆, 喂大哥, 你這樣推學國民教育, 這樣教幼稚園學生, 為何不走啊? 傻的, 你連你自己的兒子都教不了啦, 是不是呀? 你自己都教不了, 你自己在家裡, 齊家治國平天下嘛, 你自己的家庭都教不了, 你自己的家庭都出現問題, 喂你還可以好意思, 去教廣大的新生學子, 教他來外國, 這麼恐怖的? 外外黑會不會, 因為我來做家長, 我來怕, 我兒子好像李偉公子那樣, 我愛到天方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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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這激烈行動去外國, 會不會啊? 那誰都怕的, 不不不不, 趁年輕人小時候, 快去英國, 去外國加拿大, 去英國那些, 而且去看直資學校, 你看那個學費又加價, 一年好像六萬多, 變了百萬多, 大哥你如果拿著BNO 拿了这个身份,英国入小学幼稚园是很便宜的, 当然不是你入伊顿工学那些, 大佬不要玩,入牛章哈佛那些是贵的, 你别说读医科,更贵的, 英国的一般学校没有什么功课压力, 小朋友真的很开心,很健康的成长, 教你如何做好一个完善你自己的个人人格的培养, 你看这次英国,英国人真是蠢到加零一, 排队排十几个小时,什么迫行, 什么前首相,什么文聚山,人造首相, 你以后首相,是首相来的,排几个小时, 整个阿太那样,你看我来中国, 喂,懂不懂我,我是前首相,还不让我进去, 开到门,你赶走其他人,出出出出, 我在这签断策,我不惯和其他人, 因为现在疫情期间, 其他人不可以在身边,我写什么,你不要看, 这些才是我们中国人的特色, 迫行的排十几个小时, 傻的,你是明星来的, 你应该去跟隔岛说, 喂,你要不要我签名, 什么,不要被我排队了,我又去鞠个工, 我只要我签名,我签几个, 你去海德公園叫买,都叫到几磅, 这样就搞定了,明星来的排十几个小时, 这些人就培养这些什么人格, 这些什么愚蠢人格, 我们中国不同了, 我们培养那些官人格, 做官的人格,有什么事, 你认识到我是死吗, 我爸爸是死你知道吗, 这些才是我们中国特色, 新时代中国特色, 这些家长就取舍, 有些人觉得英国那些都是好些的, 大家举誓, 坐巴士要排队, 吃东西要付钱, 不可以乱说话去冲撞人, 不可以乱置住病, 这些很多受过英式教育, 甚至英女管治之下, 香港人是比较喜欢这些什么, 像王先生说的, 乙敏潮未有这些数字, 我相信真的未有, 因为未大爆, 你放心, 未来五六年会有, 会有的, 一定会有的, 你放心, 很多家长的心态, 上到高中中四中五那些, 在香港人很聪明, 上到中四中五那些是不会走的, 在香港考了DSE先, 拿着成绩, 报考外国大学, 因为现在你, 美国加拿大澳洲英国, 全部你去到那边, 你留在那边有移民政策, 留在那边读书, 你到五六年的话, 你 stay五六年的话, 你就有一个移民身份, 到时候你申请我过去, 搞定吃碗面, 到时候你就会见的了, 王先生, 会见的, 你等多几年吧, 你放心, 一定有这些数字的, 因为现在香港, 作为家长, 香港的教育, 香港人很有趣, 怎辛苦, 怎厉害, 怎受气都好, 对子女的教育很重视, 你搞香港人怎么搞都行, 你搞到那些子女会跟你拼命, 跟你死过, 有能力那些, 就走, 最过瘾是现在英国基本上很多组织, 英国加拿大澳洲很多移民机构组织, 政府都对一些新移民, 譬如子女过去, 家境不是那麽好那些, 政府其实有补贴的, 有的, 大家可以去网上查这些什么, 只要找当地一些香港移民组织, 当然你自己识分, 不要去找那些脸财那些, 三句不是两句, 我们要收什麽顾问费那些, 你基本上不用看, 因为这些情况, 所以我黄先生也不过分批评他, 所以他的样子很有趣, 中国官员完全充满了中国小龙特质, 黄先生我觉得大陆很多医美行业, 为何整个龙夫做港澳办, 因为香港是个市区, 大城市大都会, 你不是找过穿西装像样的人, 黄先生真的很配合我们中国特色的小龙, 整个龙夫那样, 他担着口烟, 穿一条工人褲, 走地盘的话, 绝对无人会认为他是官, 真是很有趣的, 形象不行, 而且他说的东西也被人感觉没有了道, 香港人真是很现实的, 你说的东西得与不得一, 行街一出口便知有没有, 一看就说黄先生你没有, 你只靠表忠上位, 这些是大把这些人, 香港我们来见不少, 所以说移民潮我看, 未开始, 放心未开始, 现在的都是这几年, 我相信通过关后, 第一批走的是现在的读小学, 之前学前教育, 那些是专业人士, 中产阶级, 因为香港你知道有层楼在手, 你买一层楼去英国就OK的了, 你不是去伦敦, 你去到中部什么地方, Bernerham, Manchester那些地方, 那些地方的楼不是很贵的, 一二百万有交易, 只剩下来, 你在英国的, 现在你找东西做真的不是很难, 很多人都会这么考虑, 很多人都会这么考虑, 因为教育是很重要的, 影响很深的, 移民潮对香港的经济不是那么大影响, 这件事大家不要误会, 你问我, 我就说绝对不是那么大影响, 对香港经济最大影响是那些外商来不来, 外资再会不会切不切来香港, 即那些经济大行什么大摩啊, 其他那些私募基金, 再会不会以香港为一个投资基地, 集资中心, 这件事才对香港最大影响, 移民其实你说, 做了多少的强积金, 那里很少钱, 那里真的不多钱, 那里, 但是会因为这样, 走了一批专业人才, 金融业的人才, 这件事是担忧的, 这件事是担忧的, 但你说对香港经济收入有多大影响, 不爱我们大影响。